股市罗宾汉 由罗文斌分析师 带您综合股海 掌握标股先机 欢迎收听 股市罗宾汉 领先投资就是在 本节目由news98 与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直播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大家好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 股市罗宾汉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费萍 现场为你要请到的是 法案出身最终的掌握是 法案充分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然后飞品好 各位听众好 我们大家周末愉快 来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看今天的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将官指数人坚最高在15729点 最低来到15488点 收盘的时候跌了244点 15526点 条总值来到了2889亿元 来到了周末的时间 大家应该要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但是有一些朋友 看到这个大盘可能会有一些些不开心 但是我们的会好伴们 今天感觉好像大涨了200点 为什么呢 待会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今天这样的一个拉回 到底接下来我们要不要紧张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来布局 才能够继续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要怎么样来布局呢 赶快请节目专家罗老师 确实在周末时刻 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受到美股的一个影响 那一开低之后 就直接往下灌低了 那盘中甚至一度 跌了将近300点 跌了281点 那收盘跌了244点 那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大盘的走势 很多人可能在心情上面 这个周末的开心喜悦的心情 我想难免会受到影响 甚至于怎么样 还会忧心忡忡 是啊 今天很多人都在讲 哇 这个道琼不得了了 破了什么四个月的一个颈线了 台股今天要破了月线 要怎么样 不过说真的了 我相信 我跟我的会员 今天却是一个怎么样 却是一个不一样的心情 一个周末 但是我先强调 我不是幸灾乐祸 不说大家在忧心忡忡 大家在很担心的时候 我在这边幸灾乐 不是的 而是说今天重视 我们看到今天大盘是大跌的 甚至于盘中一度跌了281点 可是你反观我们手中的一个股票 你看3046的这个见机 今天再度的怎么样 再度的攻上了一个掌停板 而且是三天来 三天以来 第二天第二根拉出掌停板 换句话说 三天里面 它拉了两根的一个掌停板 那另外还有谁 还有6841的长家智能 那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从礼拜三 我们买进之后 礼拜三当天涨停 昨天再涨停 而今天大盘重挫281点 结果怎么样 它还逆势创高 是 139块 对不对 对 那你想 你手中如果有这些股票 你会觉得说 今天整个盘面 跌了200多点 你会忧心忡忡吗 不会 应该不会 那另外 另外还有什么 另外大家都知道 我们手中还有什么股票 我们还有6874的贝利 还有2453的谁 还有灵群 灵群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贝利 大家都知道 其实它已经怎么样 倍数打正了 对不对 那这档贝利 我们在今天一大早 对 第一大早股价 还在很高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全数的 把它获利出清 是 大转放口袋 恭喜 那后来 可能有看盘的图寸 也知道了 后来怎么样 就一度的打到了跌停板 当然到尾盘的时候 有稍微又打开 就是贝利 我们今天全数的 把它做一个获利出清 恭喜大家 那除此之外 那2453的灵群如何呢 灵群我们也是在早盘的时候 当它股价还在盘上 你看 今天大盘一开低就下去了 结果灵群怎么样 它居然还盘中一度 还涨了超过半根停板 不过我们就在早盘 它还在平盘之上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我们也是大转出一半 大转出一半 那我们出掉之后 我们各位也看到了 后来股价就拉回 甚至于盘中一度怎么样 一度还差一点点打到跌停板 那尾盘也是稍稍的一个拉高 所以从这里 我还是再一次的跟大家叮咛 我都重视 是我在盘面中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公开告诉各位 这是我看好的方向 这是我们目前正在操作的一个标的 但是重视如此 你都怎么样 你都不要自己去追 你想要买的 你务必怎么样 你务必要来登记 否则 有些时候 你看我今天盘中卖 我来得及告诉你吗 来不及 我来不及嘛 你在这边也是收完盘以后 我才能告诉你嘛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刚好跳进来 那我对你就不好意思了 对不对 像过去 就有一些听众朋友 说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 嗨他 被割韭菜了 那其实我这样说好了 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一再的叮咛 你看我们看好的股票 你重视想买 你都一定要来登记 你不要说 这个自己跳进去买了 那你买在相对高的一个位置 那后来股价在整理 它出现震荡 那你又耐不住震 又被砍掉了 那后来涨上去 你又来怪我说 我让你害你割韭菜 那后来像 过去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例子 后来我们去经过查证之后 发现 那这个听众朋友根本也不是会员 那当然我说 那就算不是会员 你是我忠实的听众 我当然也要照顾你 但是我一再叮咛你的 你不要自己去追 你否则你追在高点 你又反过头来怪我 这好像有点有时候 后到嘛 对不对 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 还是再一次的告诉各位 好 我们看好的股票 我公开了股票 你想买 我拜托你 来登记一下 对你是绝对有好处的 好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对于今天大盘大跌的原因 不外乎是美股昨天四大指数 怎么样 又出现了一个拉回 尤其这一拉回之后 那这个道琼 是破了四个月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景线的一个被子 所以今天大家都有点忧心忡忡 会联动整个大盘 也出现了一个拉回 那当然 我说不管是道琼 今天破了这个景线也好 又或者台股今天破了五日线 十日线 月线 一黑破三线也好 我说大家都在讨论这些 大家都在关心这些 对不对 我认为没有错 这些确认是重要 你不能讲它不重要 对 但是对我来讲 我说除了关心这些以外 我更关心的是什么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到底还有哪些机会 我是可以怎么样 我是可以掌握的 就好比说你看这一个礼拜以来 大家关心的是什么 大家关心的是 鲍尔到底在国会里面要讲什么 要讲什么 对不对 好 那他讲了什么话之后 好 那对于整个FED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后续的一个升级 到底升一码升两码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对 又或者 现在大家都在看 那今天晚上要公布的 这个飞浓的一个数字 那到底会怎样 现在预期是怎么样 那公布出来又如何 那会怎么样 那你说去研究这些 对不对 当然对呀 因为这些会联动 整个股市的一个趋势 只不过我说过 我更关心的是 除了这些 当然我都会去掌握 那就除了这些以外 我更关心的是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有什么机会 对 那在这些机会之下 我们又能够做什么 就好比说 好 当这个礼拜 大家都在关心 我们说了 什么联准会 BOWER 什么就约数据的时候 那其实我看到的是什么 当然这些我都会看 我都会 不要以为我不在乎这些 我还是在意 只是我更在意的是什么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 这个礼拜 除了这些很重要以外 那还有 就国内来讲 还有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 是 接下来 这个礼拜 因为今天 3月10号 是 所有2月份的营收 怎么样 要全数的公布了 是 对不对 那个2月营收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告诉你 今年的2月营收 真的了不起了 为什么说了不起 我这样说好了 好 第一季 是什么 是全年度的第一个季度 对 对不对 那第一个季度 大家怎么样 大家一定会开始画梦 对 那你说大家画梦 到底是真的假的 不知道 对 对不对 你说法人 法人那么专业的 他们也不知道 有时候公司也会骗人 对不对 不是说公司讲的 就是真的 对不对 而且就算公司讲的是真的 那有些时候 也是外力的影响 也不是他能够控制的 是 所以会从哪里来看 从数字来看 你就是说那么多 你让我看数字 对不对 可是你说看数字 第一个月当然是1月份 或者是1月份 有半个月的放假 对 所以1月份的数字怎么样 没有参考意义 你就拨各位的办法 所以变成 最重要的月份在哪里 就变成2月份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2月份 能够出现比1月份 大幅的成长 像甚至于比去年 大幅的成长 那你说 跟1月份大幅成长 不奇怪 1月份就有半个月 所以今年 你要把它跟1月加起来 一并来看 好 这样才会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我说过 如果1月2月都呈现大成长 你纵使3月 除非出现什么一个大黑天鹅 否则应该相去不远 最不重也亦不远矣 所以2月的营收 就显得格外的一个重要 所以当大家在看说 包尔要讲什么了 什么了 我看的是什么 那到底2月营收 有哪些公司 它会缴出漂亮的成绩单 因为这些股票 将会是接下来 业内也好 法人也好 会去锁定的一个标的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明白 所以我们锁定了什么 我们锁定了3046的一个建机 对不对 那建机 我想就区域上来讲 不用我多说了 我想近期 随着他 你看今天又拉住掌停 我想讲建机的应该也不在少数 大家都知道 充电桩 充电桩谁要用 电动车 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 是 所以都不用多讲 重点我们来看数字 好 2月份一公布出来 建机单月的一个营收 跟去年同期比较来 你猜猜看增加多少 增加102% 哇 增加一倍 一倍还要多 好 那跟上个月比较起来又如何 跟一月比较起来成长120% 更多 更多 1.2倍 厉害 我说过那二月 因为一月本来机器就低 半个月而已 对不对 那去年过年在二月 所以去年也机器低 所以你说这个好像没什么参考意义 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必须把一月跟二月都把它加起来 你把一月跟二月加起来 你会发现 哇 不得了 建机居然怎么样 居然跟去年一二月同期加起来 增加了几% 几% 82% 将近一倍之多 所以这是真正的一个大成长 真的 那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漂亮的一个数字 我请问各位 法轮部买这个要买什么 没错 不涨市场 不涨这个你要涨什么 然后就涨到衰退八成了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所以我们当然就锁定这样的一个标的 好哦 所以你看 我们买完以后 你看 礼拜三 当天一根掌停板 昨天震荡一下 今天再来一根 三天两根 最重要的 今天大盘是起两百四就四点 今天大盘是起两百四就四点 是 它拉出掌停板 厉害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不是说大盘不重要 也不是说你去关注其他那些 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是不对的 都对 只不过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哪些是我们更需要去留意的 对 对对 就好比刚刚我们一开始 我们也跟各位讲过了 贝利我今天一大早 我就全数了获利出清了 对不对 那各位有没有去想过 贝利我一大早就获利出清 那为什么上一次打到跌停板 我不卖呢 我按钉不动 那今天还在很高位置 都还在还没有 对 都还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我今天就全部要出清 各位 你有没有想过 这各种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卖股票最大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分段操作 对 第二个避开短线的修正风 你看今天本来打下来了吗 对 那第三个 要让你最重要的 就要让你怎么样 让你握有操作的一个主动权 而且最最最重要的 这个资金怎么样 我们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一个效益 就准备要怎么样 准备要买新股票了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把贝利卖掉的原因 那卖掉之后 当然接着下来 就是锁定贝利二号 对不对 那这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 如何能够跟紧我们的脚步 把握这个全新的一个开始 我在进广告之前 我们先告诉各位 好 你要手机的 赶快把手机拿出来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我们今天有重要的一个活动 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一个活动 我这里稍稍的卖个关子 下个节目回来 我们继续聊 好 所以我们这下来怎么样 在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跟着老师来布局好的股票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告诉您 如何不局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的大盘呢 今天呢 大跌了244点 但是呢 我们的会员好朋友们 罗宾老师家族的会员好朋友们 今天感觉好像是大涨的感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手上的这档好股票 见机两天两根涨停板 今天又攻上涨停板了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除此之外呢 我们把手上的贝利 6874的贝利呢 今天是大赚出清 获利放口袋 我们的灵群也是呢 出一半 大赚放口袋啊 我们现在手上满满的现金 不要忘记了 老师说了 我们是分段操作 可以规避掉短暂的修正风险 可以加大我们的获利空间 而且可以把我们在股市当中的主动权 操支在我们的手上 所有听众们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行场来布局 我们的下一档呢 今天节目最后的广告 相当相当的重要 一定要记得呢 把你的手机准备好 而且呢 待会呢 记得要加入老师的Lite8 就是我们的生活群组 而且在对话框当中呢 有要输入的密码 先告诉大家 先把你的纸跟笔 准备好一下 怎么样加入老师的Lite8 待会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 先把服务专线告诉听众们 如果你有老师的Lite8 还不会加入 好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来听众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佩萍 我给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专家 请要收入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恭喜我们的伙伴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今天大盘呢 往回整理了244点 我们手上的剑机 今天攻上掌停板 恭喜大家 除此之外呢 我们要把贝利呢 687色贝利 大赚出场 我们的林群呢 也出一半哦 所以有点问 我们现在手上满满的现金 怎么样在下个礼拜 全新的开始 跟着老师的布局 下一档好股票老师 好 我想面对今天呢 整个期限或同步的一个大跌 甚至于集中市场贵买市场 也是同步拉回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以我跟我的会员来看的话 今天其实还算是一个 蛮开心的一个周末 当然我说过 我不是怎么样 我不是在幸灾乐祸 而是我们手中的股票 你看包含像剑机 今天拉出第二根的掌停板 三天两根 而另外长家智能 今天盘中也是怎么样 再逆势创高139块 而包含贝利 包含林群 我们今天确实把它获利怎么样 获利出一趟 又或者获利出一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这个周末 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周末 那当然 我听到朋友认为说 运气好嘛 虾猫让你碰到死耗子 对不对 那刚好你的股票刚好今天涨 那我刚刚也讲过了 为什么我们锁定见机 我想我不再重复了 但是我要讲的是 如果说 今天我们手中的股票 涨上去了 大盘大跌 它逆势创高 又或者我们卖掉的股票 它掉下去了 你认为这是运气好的话 那么我必须要讲 那我跟我的会员 我那运气也太好了 超好的 因为 这不是第一次啊 对 你看过去几次了 你不要说 光去年一整年就好了 大盘跌多少 大盘跌6000点 那我们怎么样 我们避开电子股 对啊 而且重压什么 重压升级 甚至于怎么样 还创造倍速 是 非但在去年大跌6000点的过程里面 我们没有受伤 我们还大获全胜 我请问各位 难道 这也是运气吗 当然不是 还是这是实力 我想这个问题 我就留给各位 你们去做一个思考 好的 那刚刚进广告之前 我们也跟现在各位预告了 我们在今天 全数获利出清 倍利之后 当然接下来这个资金 我们要怎么样 要继续在下个礼拜 锁定他的接班人 叫做贝利二号 那这档贝利二号 我只能说 如果前面 贝利你来不及参与的 那这档贝利二号 你绝对来得及 因为我们下个礼拜 才要进场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已经赚到了贝利 那你说现在有贝利二号的接班人 要不要赚 当然也要赚 对啊 那至于说 怎么样能够跟着 我们赚这档贝利二号来 接下来的每一句都请注意听了 好 我想进广告 就请我也告诉各位 先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拿出来哦 那拿出来干嘛 来 先点进去LINE LINE的搜寻 好 那这边分为两组朋友 如果你已经是我们股市罗宾汉 LINE AT的家族朋友的话 记得等一下再对话视窗 打上什么 打上 给我贝利二 好 给我贝利二 这个通关密语 只要打上这个通关密语的 这一档贝利二号 我们下个礼拜进场的时候 我们会带着各位 一并来做一个进场 好的 我说过 尤其趁着现在排名在震荡 我相信下个礼拜 会有更好的一个进场点 这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一个机会 好 那如果说你还不是我们股市罗宾 并看LINE AT的朋友 那该如何呢 来赶快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然后放搜寻在LINE里面 点上搜寻有没有 好 然后请输入我们的这个ID 也就是RBH888 但是记得在RBH888之前怎么样 要先打一个小老鼠 而且不是打小老鼠三个字 是有一个像A的那个字母 那个叫at 这叫at 对 把那个at先放在前面 后面才输入RBH888 然后按enter 然后就大功告成 但是还没有 你输入进来以后 你加入 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加入成功 所以请你怎么样 请你也浮上水面 say个hello以外 记得别忘了 要打上我们今天的通关秘密 是什么 记不记得 叫做给我贝利二 对 那只要完成通关秘密的朋友 下个礼拜 我们在进场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进场来布局这档贝利二 好 来听我们 错过我们的贝利 6874贝利的好朋友们 不要忘记了 接下来贝利二 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的对话框当中 记得一定要输入 我们的通关秘密 给我贝利二 就可以在下个礼拜 老师要进场布局的时候 跟着老师 还不能和我们进场来转 欢迎听我 赶快加入老师的LightIt 并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 输入我们的通关秘密 赶快加入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着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进场来布局 一档接着一档 今天我们把6874的贝利 获利大赚出场了 还有我们的灵群 也是获利出一半 还有我们今天的建计 又攻上涨停板 今天大盘跌了244点 所以跟静老师的脚步 不管大盘涨还是跌 我们就只能够赚 波段好行情了 最后听我们 我们的贝利已经大赚出场了 所以说听我们 没有跟上贝利的好朋友们 不要紧张哦 老师帮大家准备了 贝利二号 欢迎听我 赶快赶快 如果你在下个礼拜一 想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我们的贝利二号的好朋友们 今天加入了老师的Lite8 在对话框当中 记得要输入 给我贝利二 这五个字 给我贝利二 下周呢 老师要进场布局的时候 就会带您进场了 赶快赶快加入老师Lite8 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 如果你有了ID 还不知道怎么样 加入老师Lite8 可以打电话进来哦 023659333 023659333 不要忘记了 今天加入老师Lite8 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 对话框 记得输入五个字哦 给我贝利二 给我贝利二 下周老师要进场布局的时候 就会带您进场了 赶快加入 就是现在